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期吹節目 我是Amy 在以另一半的忠誠道馬 巴西有一種新興行業 專門聘請年輕貌美、身材火辣的女子 做職業小三 跟來引發關注,一起去片看 這班從業者多數是年輕貌美的女性 集中在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體 接受原配或者正牌女友委託 取得僱主另一半的聯繫方式後 就會專門勾引對方,測試她的忠誠度 別小看這些忠誠檢查員 每次委託他們的價格 收費20至150雷瓦爾不等 有些月收可以達到4000至5000雷瓦爾 等於6000至7000港幣 至於透過IG訊息或WhatsApp勾引的手段 其中一個出奇謀 測試完尼可利分享指 她會解扮自己不傳訊息給僱主的另一半 疑似自開談話 通常話題很快就會進展到見一面 她會將這些解以調情的對話 截圖和寫給僱主 尼可利表示,入行完全出現意外 第一單生意的女僱主 主動透過IG聯繫是她 理由是覺得她很美 是她勞工的菜 希望她幫忙測試勞工的忠誠度 生育之後代業的尼可利 順利令對方露出好色圓形 獲得封口潮流 之後其他類似委託接種而來 儘管一切透過網絡進行 但這種職業都有風險 有測試員透露 曾經有歐人對象透過僱主手機 揭發自己被撤局 威脅要找她報仇 幸好這對情侶後來和好才告一段落 不過她從此再不敢接來自同城市的委託 據測試員指 每10個男星就有6個人會接受假意邀約 雖然不是100%可以測試中城度 但很多女性只需要足夠證據 結束不健康的關係 這些職業小三 近期都開始提供更多服務 因為有客人希望她們幫忙 測試有好感的對象 是否值得交往 還有客人要求勾應有富之夫 一旦對方上勾就把證據傳給證供 令夫妻感情破裂 好令自己上位 今集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